来吧让我们再多收集一些铁大傻春 马上我们就能完成任务回家了 等等那个是什么 方块哥快看到那里有个奇怪的房子 黑等等大傻春你要去哪 快点回来 方块哥你不觉得前面的那个房子看起来很奇怪吗 明明我们今天来的时候都没看见他在这的 怎么会突然之间冒出了一个小木屋在这 这不关你的事 快让我们回去工作吧 我有个主意方块哥 或许我们可以去那个房子里面看看 我敢打赌这一定会很有趣的 黑等等快停下来大傻春 擅自闯入别人的房子是很没有礼貌的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好奇这个房子里面都有些什么吗 方块哥 来吧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真是服了你了 事先声明 进去看看可以 但是你得答应我 绝对不能碰这个房子里面的任何东西 好的没有问题 哦天呐快看那方块哥 那里有个箱子 黑等等你不是刚刚才答应我不碰这里面的东西的吗 怎么变脸变得那么快 不过你真的一点都不好奇这个箱子里面都有些什么吗 万一这里面是给我们的礼物呢 不管是什么反正不要碰酒 哇哦是饼干 这里面有好多的饼干 一定是有人知道我喜欢吃饼干 所以才故意在这个箱子里面放了这些饼干 黑大傻春你在干什么 快把这些东西放回那个箱子里面去 等等这是什么声音 哦不不不不不 完蛋了我们被困住了方块哥 看吧我都警告过你了不要碰这个房子里面的东西 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吧 哈哈哈哈中计了吧方块哥大傻春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落入我的圈套的 黑等等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名字 还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快把我们给放了 不然等我们出去以后绝不轻饶你 真啰嗦给我好好睡一觉吧 哦不 没想到抓住这两个呆瓜居然那么容易 我还以为得跟他们多多转转好久才行呢 没想到就靠几个蛋糕跟饼干就把他们给拿下了 哈哈哈哈给我老实在这里待着吧呆瓜 小爷我要代替你们去干正事了 呃我的头好痛啊 这里是哪里 我这是在哪 糟糕不好了大傻春快醒醒 别睡了大傻春快醒醒 嗯方块哥怎么了 我好困再让我睡一下吧 别睡了快点起来 我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 等等等等 这这里是哪里 我们这是在哪 我们不是在那个木屋里面吗 等等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奇怪的家伙 是那个跟你长得很像穿着蓝色衣服奇怪的家伙 哦不我们该怎么办方块哥 那个家伙想对我们做什么 他该不会是想谋财害命吧 哦不我还那么年轻 我还不想死 先冷静下来大傻春 那个家伙现在好像不在这 这是我们逃跑唯一的机会 可是这里的前面都是陷阱 我们不可能从这里逃出去的 都还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行 好吧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方块哥 那就听你的让我们走吧 冲啊 嘿等等大傻春小心 哎呦好痛好痛好痛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要掉下去了呢 方块哥这里有好多的尖刺陷阱 我们该怎么办 站在那里等我别动大傻春 我马上就过来 完美安全抵达 我真的很好奇 那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家伙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精心布下这些陷阱困住我们 还有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就是单纯想整补我们吗 不好前面的路被这条红外激光射线给拦住了 我们该怎么办方块哥 别担心大傻春 看好了 三二一跳 好了轻松过关 快点大傻春像我刚刚一样从对面跳过来 我们最好动作快点 不然等那个可恶的家伙回来了之后 我们就逃不掉了 好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对面的那个应该就是能让我们 从这里逃出去的出口了 可是那里离这里这么远 我们该怎么从这里过去 难道我们要就这样跳过去吗 我做不到 正做起来大傻春 前面那些那么难的关卡我们都过来了 难道你就要这样放弃了吗 可是 别可是了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 让我们走吧 好吧 既然这样那就放马过来吧 三二一冲啊 太棒了 你成功从这里过去了大傻春 你成功做到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好吧 现在轮到我了 三二一走你 哇哦 我成功过来了 太棒了 让我们走吧方快哥 我已经一秒钟都不想在这里多待下去了 我也是让我们走吧 去把那个可恶的家伙给抓起来 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让他知道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等等这里怎么还有这些红外激光射线在这 难道出口不在这里的前面吗 可恶我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给我等着吧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等我们出去之后 绝不轻饶放过你 我们该怎么办方快哥 这些陷阱要比刚刚的那些还要难得多 我们能成功通过这些陷阱 从这里逃脱出去吗 别灰心大傻春 只要相信自己 我们就一定能做到 好吧 先让我来看看这里的情况 情况有点糟糕大傻春 如果我们直接从这里跳过去的话 即使我们不被这些激光给消灭掉 也会直接掉进下面的蓄空嘎掉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方快哥 难道我们就要被这样困在这里了吗 让我想想一定还会有其他办法的 一定还会有其他办法的 等等那个是什么 箱子快看那大傻春 快回头看你的身后那里有个箱子 哪里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 我看到它了 好吧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箱子里面 一定有能帮助我们从这里逃脱出去的宝贝 快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它来看看吧 我天那是安德珍珠 这个箱子里面有两颗安德珍珠放快哥 太棒了 我就知道我的直觉没有错 有了这些安德珍珠在 从这里过去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是吃饭那么简单 因为安德珍珠可以直接把我们 传送到我们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就像是这样 把它给从这里丢过去 完美安全抵达 就要通过这些机嫌快离开这里就可以了 让我们走吧大傻春 不过我们最好小心一点 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从这里掉下去 掉到下面的那片虚空里面去了的话 就算是神仙来了都救不了我们 这些机嫌到这里就没有了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方快哥 看到下面的那个水坑了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得从这里跳到下面的那个水坑里面去 你确定吗方快哥 要是我们不小心跳错了的话 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别担心大傻春 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来吧让我们走吧 三二一走你要呼 我天那这很简单方快哥 快点下来吧 等等我大傻春 我马上就来 雅虎完美安全抵达 快看那里大傻春 出口就在那边 来吧让我们走吧 马上我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回到我们的村子里面去了 那个蓝色衣服的帽牌方快哥 给我们等着吧 很快你就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梯子这里有个梯子 让我们从这里上去吧大傻春 出口一定就在这里的上面 让我们走吧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请你放过我们 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 哈哈哈哈 给我老实在这里待着吧 你们这群呆瓜 现在这个村子属于我了 你不能这样做 等方快哥他们回来之后 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是说那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呆瓜吗 他们现在可能已经赶在我 为他们精心准备的虚空陷阱里面 谁说我们嘎了的 你以为就凭你的那点陷阱 就能困得住我们了吗 等等等等等等 这这怎么可能 我花了一年多才打造出来了 那个虚空陷阱 你们是怎么从那些陷阱里面 逃脱出来的 这些你不用管 你只需要知道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可别以为我会怕你们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啊 让我们把这个baby小人给拿下 我不不好的方快哥 是枪 那个baby的家伙手上居然有枪 什么可恶看来还是我们大赢了 快跑大傻春 36计跑为上进 快让我们先躲到那些房子后面去 想躲没那么容易 给我嘎巴你们这两个呆瓜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村子很快就要被他给毁了 可是他的那把武器实在是太强大 我们根本没法靠近阻止伤害 哈哈哈哈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如果不想死 就现在给我缴歇投降吧 做梦吧我们是不可能会投降的 很好就是现在 冲啊 让我们合力把他给拿下 给我嘎巴你这个可恶的混蛋 给我们下地狱去吧 不公平有本事就跟我夭V夭啊 两个打一个算什么本事 你当我们傻吗 跟你夭V夭 给我们下去领盒饭去吧 混蛋 给我坐下吧 我成功了 我们成功打败了这个可恶的家伙 我们成功做到了 太棒了万岁 来吧让我们回去解救那些被困起来的村民 修复我们的村庄吧 麦琪 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奇怪 而且更奇怪的是 我们两个人怎么都躺在了这里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低天啊 救命 那是什么东西 等等不要跑麦琪那是什么 我低天啊 我难道跟麦琪是死了吗 我低天啊 这可真是糟糕的体验 麦琪先不要乱跑了 我们赶紧去走走解决方法吧 我们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死亡呢 好的 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麦琪你已经看了两个半小时的书了 你搞懂这是怎么回事了吗 是的 我已经搞清楚了 麦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书籍上面看到说我们两个人 现在正处于灵魂出窍的状态 想要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那就必须要拿到魔仙彩石 什么魔仙彩石是什么东西 魔仙彩石现在正在有一个三头怪守护着 想要拿到它并不容易 不过为了让我们两个人起死回生 我们只能去闯一闯啊 还等什么 赶紧出发吧 好吧麦琪 姐姐你快看就是这里了 这条路是到魔仙堡的必经之路 我们必须要爬上去 然后山顶上有一个魔仙彩石 拿到它就能令人起死回生 哇这里看起来真高 麦琪你能行吗 当然可以 不过据说它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在守护着 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不过废话少说 现在我要开始前进了 麦琪这看起来很危险 你确定你能行吗 那是当然了 你可不要小瞧我 不过看麦琪这样子 我最好准备一下拯救措施 在这里放上一圈粘液方块 这样它摔下来的时候就不会受伤了 快看我说什么来着 麦琪我都说了要小心一点 哇姐姐多亏了你的粘液方块 否则我刚才可能又是一次 是的 所以我们这次要更加小心 好的没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上来了 这里就是摩仙堡了 我们该怎么进去呢 门口有激光射线围栏 而且上面很有可能有一个怪物在等着我 不过这又怎样 我还随身携带了激光枪 只要它敢来我就开枪 这上门完全被关了起来 我们该怎么进去呢 让我来研究一下 周围都是墙壁 好像没有别的入口 这可真是个世纪大难题 我该怎么样才能抵达它 一等等 这是什么情况 这棵树上怎么有一个按钮 让我来尝试一下 哇果然这里有一条秘密通道 麦琪我们可以进去吗 哇姐姐真不愧是你 连密道都被你找到 那是当然了 快走吧 我想通过这条密道 我们可以轻松进入到摩仙堡里面 现在我开始有点紧张了 很好 现在我要开门 哇快看 摩仙堡里面看起来真贵 我想一定没有人注意到我没溜进来 好了麦琪我们走吧 现在我们需要通过这条梯子爬到楼顶上面去 这些梯子都是不连贯的 所以要小心 如果掉下去就要从头开始了 现在我已经抵达了这条走廊 麦琪快点登上 走吧 这里有两条梯子 终点就在眼前 哎呦我去这里居然还有个臭僵尸守护 给我去死吧 还好我带了枪 想要登上塔顶 似乎不是那么容易 这里有两条梯子 我们该选择哪一条呢 不管了 随便选一条吧 让我上去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我的天啊 这里有僵尸 不过还好他们是关在笼子里面的 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威胁 快看这里有一个箱子 让我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 我有两把石头稿 有了这把稿子 我们就能破开这一面墙了 快看啊 这里有条梯子 我们赶紧走吧 等等我发现了啥 梯子里面隐藏了一个宝箱 我卖鞋快看我们找到了一套盔甲 哇 真是太棒了 不过姐姐我们不是魂魄吗 魂魄也需要穿盔甲 那是当然了 麦琪魂魄也要保护好 否则魂飞魄散之后就没有办法复活了 好吧 原来如此 很好 现在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顶端 哎呦我去这里怎么有一个臭僵尸 给我去死吧 还好我携带的武器足够给力 距离塔顶越近就越危险 我们一定要小心走吧 现在我们要通过这条楼梯继续前进 要小心可千万不要掉入到熔岩里面了 否则即使拿到了魔仙彩石也就不回来 姐姐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麦琪管那么多呢 我们走吧 还有什么是比复活更重要的 你说的有道理 走吧进去我的天啊 这里怎么有一个凋零窟窿 难道古籍上记载着守护魔仙彩石的怪物就是它吗 我想应该是的 想要拿到魔仙彩石必须要将它干掉 走吧 麦琪我们行动吧 好的 蛙它似乎看出我们俩的来者不善 不过无论如何今天魔仙彩石我们势在必须 让我换一把疯子能量高射炮来对付它 我就不信了 它能承受得住这一击 给我去死吧 蛙麦琪快看 它被我们干掉了 是的 我们将凋零骷髅干掉了 那魔仙彩石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 让我们寻找一下 这面墙看起来似乎有点与众不同 我想这里一定隐藏玄机 是的 我们进去看看 蛙姐姐你快进来 这是一面假墙 我们可以直接进去 太棒了 你快看墙上的那个一定是魔仙彩石 是的 只要有了它我们就能复活了 我的天哪 这是哪里 我们这是复活了吗 好像是的 麦琪我们寻找到了魔仙彩石成功复活了我们自己 哇 那真是太好了 真是松了口气 我发誓我真的不想再经历死亡了 是的 活着真好 麦琪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生命 你放心吧 没有人比我更怕死了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建筑呢 没错 这里好像是四座神秘之塔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上面发现一些神秘的东西 姐姐我真的很好 其上面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去到每座塔的顶峰去吧 你觉得怎么样 姐姐 我觉得那上面一定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快看麦琪 所有的村民都在看这个神秘之塔 我想我们真的应该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那就让我们赶紧出发吧 姐姐 我们就从这个泥土塔开始吧 这里好像有一扇隐藏的大门 因为我看到这里的颜色好像有点不一样 准备好打开这个大门了 麦琪 当然了 姐姐 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快看姐姐这里有三个梯子 我想我们应该弄清楚 我们应该爬哪一个比较好 很有可能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梯子 让我想想 我就选最右边的那个梯子吧 好吧 姐姐 那我选择中间的这个 姐姐相信我 中间的路才是正确的道路 真的吗 麦琪 为什么你这么自信 我也不知道姐姐 反正就是凭借我的感觉 其实我最开始也是觉得中间的那个梯子是正确的 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还是选择右边比较好 那好吧 姐姐 我们赶紧出发吧 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长 是啊 姐姐 都走了这么久了还没有看见镜头 不过当时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 这个泥土塔确实很长 我相信这个上面一定会有很神秘的宝藏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入这个神秘的塔顶 看看有什么宝 麦琪我已经打开了这个开关 姐姐你那里面有什么宝藏吗 等等 麦琪我还没有上去观察里面的情况 哦 大事不好 怎么了 姐姐你选错了楼梯了吗 不是麦琪我并没有选错楼梯 我才不会上当呢 刚刚这几个家伙偷袭了我 你最好不要开门麦琪 这里面有好几个河马人 哦 麦琪小心一点 他们不是好人的 等等 为什么他们只针对我不去攻击你 不过只要我待在栅栏这边 我就是安全 让我看看这个箱子里面有些什么 居然是石剑和苹果 麦琪快点过来 我们不用怕他们了 好的姐姐 但是我将大门打开 他们也会过去 没事的 我手上有了武器就不用害怕他们了 可恶的河马人居然趁着我刚进来的时候偷袭我 现在再轮到我报仇了吧 麦琪快点帮我一起攻击这个河马人 哈哈这简直太简单了姐姐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会攻击我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些河马人只会盯着我 麦琪我想或许是你真的选对的梯子 我们去试试最左边的梯子吧 好吧 麦琪让我去试试 我就不信这次还这么倒霉 姐姐里面有什么宝藏吗 哦不好 麦琪我真的非常倒霉 这一次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河马人 什么姐姐左边的楼梯上面也有一个河马人吗 你再坚持一会 我马上就过来帮助你 搞快一点麦琪 这个家伙比之前的几个河马人要强壮太多了 我感觉我应该坚持不了很久的 姐姐你不可以自己独自打败他吗 你再不过来我就要隔屁了麦琪 好吧 姐姐 我正在以我最快的速度爬楼梯 我马上就可以过来帮助你了 姐姐真的累死我 这么高的楼梯爬得累死我 别说话了 快点来帮我一下 这个大河马真的劈很厚 这么久了还没有打败他 放心吧 姐姐我们两个一起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打败他 好了 终于消灭了这个大河马 难道说左边的梯子是差点一个梯子吗 快点将这个箱子打开吧 也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宝藏 哇你看到里面的东西了吗 麦琪 居然有64个金瓶 没错姐姐 我们每个人还得到了一个钻石头盔 太好了 姐姐现在我就要吃个金瓶果 好吧那我也要吃点金瓶果 哈哈麦琪 我们真的很幸运 居然获得了这么多的金瓶果 我们现在要从这个大门这里出去吗 让我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哇哦这个地方那个看起来真的很恐怖 怎么了姐姐 没事麦琪 我们可以用这桶水安全降落掉到地上去 姐姐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 当然了麦琪 我们从这个楼梯爬下去实在是太慢了 我们还有其他几个塔要爬呢 我想要尽快弄清楚这几个塔的真相 我们赶紧出发吧 很好我已经成功降落在了地上 你准备好了吗麦琪 当然了姐姐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都可以成功 我相信我也可以成功的 哦不好姐姐我感觉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哈哈麦琪 为什么你只有一桶水掉落下来呢 好吧看来我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好了麦琪我们赶紧去看看下一个神秘之塔有什么东西吧 我相信这一次的宝藏一定比之前的宝藏还要多 这个里面是很多的粘液吗 我很好奇里面会有一些什么 哦麦琪在这个粘液上面行走真的很困难 是啊姐姐 这个地方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知道了麦琪 我想这个一定是一个P&P发射装置 我们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就可以被射向空中 我先来试一试麦琪 321开始 姐姐这个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个T&T发射装置 哇哦这个真的非常神奇 我居然飞得这么高 快点过来麦琪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的敌人 我可不想一个人攻击两个怪物 稍等姐姐 我马上就来 哇哦姐姐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T&T发射装置也太刺激了吧 快点麦琪敌人就在这个地方 干得漂亮 看来这次的敌人没有上次的那么厉害 让我们赶紧打开这个箱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宝物吧 麦琪这一次好像是一些很酷的剑 并且里面还有两个金屏幕 这简直太酷了 一看这个剑就非常的强大 要是那个怪物再赶过来的话 我相信一剑就能够让它隔屁 怎么又有一个小怪物跑了出来 真的很奇怪 刚刚还没有看见这个小怪物呢 而且我刚刚好像还看到它将这个墙地给弄碎掉 很好麦琪这个小怪物也被我们给消灭掉 这个地方那个还剩下一个开关 我们距离这个塔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正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器一点一点的弹上去 我说的没错吧麦琪 哦不好这个上面好像还有一些怪物在这里 不过没有关系 等到我们将它给消灭之后我们就可以畅通无阻 好吧麦琪搞快一点 我想我们这一次通过这个白色的楼梯就可以到达最顶端了 快点让我们赶紧继续前进吧 希望这一次的宝藏不要让我失望 之前都有怪物在这里水 这次会不会也有怪物吗 哦麦琪果然有个怪物在这里守护着这里 并且这个怪物还拥有很强大的火焰力量 是啊姐姐 这里我感觉都变得热了起来 没关系麦琪多亏了我们之前得到了那个钻石头盔 这个怪物对我们造成不了什么危险 麦琪家把劲我们尽快将这个怪物给干掉 很好我们再一次成功消灭掉了这个怪物 是时候该去寻找宝藏了 让我们赶紧打开这个箱子吧 这次会是什么呢 是一个钻石盔甲和粘液块 麦琪我们马上就会得到完整的钻石套装了 穿上这个钻石盔甲我都感觉变帅气了不少 这里依旧有一扇门在这个地方 看来我们要再来一次了 我猜那些村民应该都在那个地方在观察我们 麦琪我想我们这次应该可以用这个粘液块来安全降落到地面上去 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要吃一点金苹果才可以 好了我准备好了 小心一点姐姐 希望这个粘液块能够有用 要不然我又要重新开始了 这个粘液块有用吗 姐姐 没错麦琪这个很有用 我又一次成功降落在了地面上 姐姐你太厉害了 没想到这一次又成功了 马上就轮到我了 上次我失败了 但是这次我希望我能够成功 你要用我的粘液块吗麦琪 不需要姐姐 好吧麦琪那我祝你好运 我要准备出发了姐姐 真的做到了姐姐 太厉害了麦琪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学会了这一招 看来你的学习能力真的挺强大的 姐姐我真的很开心 这还是我第一次成功了 好了麦琪 快点过来 我们继续来探索这个神秘之塔了 这次的看起来就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一个钻石之塔 希望这个塔里面的宝藏不要让我们失望 麦琪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么多的熔岩呢 没事的姐姐 我们只需要直接跳过去就好 这里好像又有一个机关 这个可以直接带我们去到塔的最底端吗 我也不知道姐姐 让我们赶紧试试吧 好吧麦琪看来这个是对我们的考验 我们要经历很多次这个才可以 在这个熔岩盒的对面 我好像看到了有个机关在那里 为什么我看不见了姐姐 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赶紧过去吧 我先开始麦琪 好的姐姐你注意安全 哦不好好像情况不是很妙 没事的我们还有金苹果呢 快点跟上来麦琪 这里好像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你快看这里好像有一些猪人 你快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什么什么猪人 要不我先跳过去看看吧姐姐 好吧姐姐我觉得是朋友 因为他们好像并没有攻击我 但是很奇怪 为什么那些河马人要攻击我们呢 没事的姐姐快点过来吧 你看我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吗 哦不好姐姐他们偷袭我了 刚刚他们是伪装的 赶紧将它给解决掉 好的姐姐我们两个前后夹击 一定可以将它们给消灭掉 干得漂亮麦琪 又到了我们开宝箱的时间了 这一次会是什么好东西呢 哇哦麦琪这次居然是一个蝙蝠坐骑 还有弓箭 我想这些东西我们肯定都能够用得到 没错麦琪 我想现在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去到这塔的顶端 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是个死不痛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上去 我知道了麦琪 我猜我们应该要用到我们的蝙蝠坐骑 我们先把这个蝙蝠给放出来 然后坐上蝙蝠我想我们就可以去往这个高塔上面 哇哦姐姐你居然真的乘坐蝙蝠飞起来了 这个样子真的非常帅气 好了麦琪你也赶紧乘坐蝙蝠跟上来吧 也不知道上面会有什么怪物没有 好的姐姐我马上就跟上你的脚步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没错麦琪 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我们可以一边飞翔一边射箭 姐姐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没错麦琪 速度快一点 按照之前的经验 我想这个高塔上面应该会有一个巨大的猪人在等着我们 我已经到了麦琪 和我想的一样快点跟上 这里真的有一个巨大的猪人在这个地方 你上来了吗麦琪 我们刚好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得到的那个弓箭 姐姐你不觉得这个弓箭的伤害实在是太低了吗 我感觉我们已经打了很久了 但是好像还是没有打败这个怪物 没事的麦琪我们再坚持一会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打败它了 算了我们还是用之前的那把剑吧 我觉得这个威力更大一点 我也觉得姐姐 之前的怪物我们几件就给它消灭掉了 太棒了麦琪我们再次成功消灭掉了这个猪人怪物 哇麦琪你看到了箱子的东西了吗 居然是一个钻石裤子 还有一个不死图腾 这意味着我们得到了全套的钻石盔甲 实在是太爽了 这么一套的钻石盔甲穿在身上 我都感觉我便帅气了不少 我们还得到了一个不死图腾 现在我们想要下去就简单多了 让我们开门看看吧 麦琪我想这次我们可以直接下去 然后去探索下一个神秘之塔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不死图腾 我先下去了麦琪 你待会记得跟上我的脚步 我想这一次对我们应该是没什么难度的 因为我们拥有这个不死图腾 好了麦琪我成功复活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 好的姐姐我也要开始了 麦琪记得将那个不死图腾给装备上 要不然待会你又要重新开始了 好的姐姐 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还是能够完成的 很好麦琪干得漂亮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钻石塔的探索 现在这里就只剩下最后一个神秘之塔了 我们继续前进吧姐姐 我真的很好奇里面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麦琪我们赶紧进去吧 只有进去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里有个箱子 奥麦琪这好像是一个抓钩 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想我们应该是需要利用这个抓钩来爬上这个高塔 从而去到这里面的宝藏 哇奥麦琪这是真的 这个抓钩可以带我们上去 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达顶部 然后知道上面会有什么宝藏 姐姐在这个好起来好像很危险的样子 并且看起来好像你很擅长这个抓钩 当然了麦琪 利用这个抓钩可是我长处 我平时就喜欢练习怎么使用抓钩 我们有很多的精品骨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的问题 麦琪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难道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没错 姐姐这里好像有个人在这里 好吧让我看看 好像是一个小丑在这个地方 没事麦琪直接将它给解决掉 我还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箱子 哇奥麦琪这简直太破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地狱爆破枪和精品骨 这个枪真的非常强大 我想我们拥有了这把枪的话 应该就什么都不怕了 没错 姐姐我想我们现在是战无不胜的 这个武器的力量好像是来自于地狱 非常的强大 让我们继续攀爬吧麦琪 好的姐姐 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达这个最上 让我们看看这次是什么好东西吧 麦琪这次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在这个箱子里 我们赶紧将这些金苹果全部给吃掉吧 毕竟我们还没有达到最顶端 我们赶紧出发吧 哦不好 这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小丑 看起来就不是很好惹的样 但是没关系麦琪 你忘记了我们之前得到了什么好东西吗 现在我们只要拿出我们的地狱爆破枪 别说这个小丑了 就算来再多的小丑 我也觉得不是什么问题 麦琪我们一起努力将这个小丑给拿下吧 只要将他拿下我们就可以拿到这里全部的绑藏 我要开始利用我得到的那把剑来攻击他 不不好 姐姐我好像没有弹药 那我先顶在前面 你赶紧装弹麦琪 好的姐姐很快我就装好 好了我已经准备就绪解击 再见了小丑 我们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麦琪这个小丑的血量还真的是多 我们打了这么久还没有将他干掉 没事麦琪很快了 我相信他马上就要倒下了 很好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成功打败了这个巨型小丑 很好又到了我们开宝箱的时候 哇哦很好是钻石靴子 我们成功将我们的钻石套装全部完上了 快看看我的钻石盔甲麦琪 真的很酷姐姐 好了我们是时候该回去吧 这是我们探索的最后一座塔 刚刚箱子里面还有这个东西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呢 姐姐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和那个蝙蝠做骑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们长得很像 那就让我们试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吧 哇哦麦琪这个居然是凋零 真的很酷 我还没有骑过凋零呢 我们赶紧上去吧 这个凋零真的太酷了 我们赶紧下去吧 我相信村民们看到我们的钻石盔甲 还有凋零做骑一定会很惊讶 今天我们真的玩得很开心 并且我们探索了四座神秘之塔 土豆从魔法师那里 获得了两瓶魔法药水 这瓶药水有非常强大的能量 但是没想到 药水的副作用也很大 小野和土豆变成了老人 他们即将走贷 那么他们怎样才能重回年轻的样子呢 哇今天好无聊啊 感觉什么都没意思 今天的动画片 也没有我最喜欢的汪汪队 让我找找 有没有雄出莫看 为啥今天只有一些新闻啊 算了不看了 今天可真没意思 等等 我似乎想到了什么 昨天魔法师说他 有一种新的魔法药水 十分的有趣 我得赶紧去看看 我这就去找魔法师 魔法师那里 一定有很多的有趣的东西 不过就是魔法师的家有点恐怖 他的家建在一个沼泽里面 我害怕有大鳄鱼 等等 这里就是他的房子了 魔法师魔法师 我来找你了 是土豆啊 怎么了土豆 今天怎么这么 有空来找我了 请给我找一个有趣的魔法药水 我想用来清理我的农场 这简单 土豆 白跟我来 我这里有很多的 那太好了 我这就进来 太好了 这次就不无聊了 你会去找野哥分享一下 土豆你 仔细跟我说一下 你有什么需求吧 哇 魔法师你这里开空调了吧 这么舒服 别废话 土豆说正事 啊 啊好的 就是我和野哥感觉每天就是收拾农场 很没意思 所以我们想他要一个收拾农场很快的药水 这个太简单了 我这就给你 你要给我什么药水啊 魔法师 就是一些速度药水 这很有趣嘛 魔法师 当然了你 试试就知道了 你会体验飞起来的感觉 哇 太好了 这正是我想要的 谢谢啦 魔法师 我现在就回去试试看 愿光头强保佑你土豆 好的魔法师再见 哇 今天这是怎么了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无聊啊 我感觉我在床上躺的都要长蘑菇了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不想去收拾农场了 每天都是这些事情 感觉好无聊啊 野哥野哥 快开门 社区来送温暖了 这一定是土豆又来恶作剧了 等一下等一下土豆 我这就来了 快点野哥 我这里有好玩的东西 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哦野哥你终于开门了 我今天很无聊啊 土豆 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你有什么想法吗 野哥 不土豆 我并没有任何想法 我只是不想看电视 也不想收拾我的农场而已 野哥 我今天和你一样 但是我刚才去找魔法师了 他给我一些好玩的药水 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哇 是什么好玩的药水啊 你可以猜猜看野哥 你赶紧说吧 土豆 我这个药水 是可以帮助我们收拾农场的 啊 那不还是一样 没什么意思吗 不不野哥 这个我们平时收拾农场是不一样的 那里不一样 土豆 魔法师有没有和你说 这个药水有素作用啊 啊 这个呀 我并没有问他 不过应该没有吧 好吧 土豆 不过我听说两种药水一起用的话 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的 不是野哥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啊 为什么今天这么胆小了 那个勇敢的野哥去哪里了 确实啊 土豆 你说的对 你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带上我的锄头 好了 土豆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这就出发 去试试看 来这里来这里野哥 我们在这个空地上使用 好的土豆 准备好了没野哥 当然了 土豆我已经准备好了 赶紧开始吧 第一瓶药水 然后还有这瓶药水 我去土豆 我怎么感觉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这感觉真是太酷了 我现在的移动速度和力量都加满了 不错吧 不错吧 野哥 这个药水感觉很厉害 现在让我们开始收拾我们的农场吧 好的野哥 现在感觉十分良好 你怎么样土豆 我这边也感觉很好啊 等等野哥 你怎么了这是 啊 什么 我没怎么呀 我现在感觉很好啊 不不 野哥 你不对劲了 你什么时候去弄的这么时髦的发型啊 你再说什么呀土豆 你怎么突然变得好奇怪啊 让我赶紧把农场收拾好 不不野哥 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我觉得 你对劲啊野哥 我现在感觉害怕了 好吧 让我看到我自己 啊我的天哪土豆 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头发怎么都白了 我好像变老了一样 哦不野哥 你好像确实变老了 不不土豆 我没有变老 我真的难以接受这个事情的 我才刚满18岁啊 我明白野哥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啊 你还是接受了吧 看来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这个药水是有副作用的 damn 并且 我们现在的魔法状态已经没有了 这可太奇怪了 可是土豆你为什么没有变化呢 野哥你别忘了啊 我是一只乌龟啊 正所谓千年的亡八万年的龟 好吧土豆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有人这么形容自己的 哈哈 我现在感觉我还是精力充沛 算了 先把我的农场收拾好再说吧 野哥野哥 我有点不舒服了 什么土豆 你说什么 你是那方面的不舒服啊 就是我感觉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 不是吧土豆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煮上拐杖了 并且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什么野哥 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啊 你都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我的天哪 这太恐怖了 我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不灵活了 我似乎走路都费劲了 我要倒了野哥 不顾土豆 我得赶紧把你拉上来 谢谢你野哥 你可真好 看来这个药水加速了我们的衰老 再这样下去的话 即将迎接我们的 就是狗带了 不要啊土豆 对了野哥 我现在就给魔法师打电话 他一定有办法 看到我们两个 我们现在好老啊 是啊土豆 我感觉的行动越来越慢了 土豆赶紧给魔法师打电话吧 不然的话 一会儿我们就狗带了 好的也好 你好啊魔法师 你在哪里啊 我在我的家里的土豆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们用了你的药水 变得特别老了 这是怎么回事 哦土豆 我忘记了一件事情 没关系你们在原地等我 我这就过去 好的魔法师再见 好了野哥魔法师一会就来了 野哥你看啊魔法师来了 哇 这都怪我 我忘记 给你们解药了 还好我来得早 要不然你们两个就狗带了 是啊魔法师 我们都已经老成这样了 等我找一下药水 这个是治疗失眠的药水 这个是治疗作业写不完的药水 你快点啊魔法师 找到了找到了 就是这个 让我现在就给你们试用 太好了 你们两个终于回来了 是的 太感谢你了魔法师 那好我走了 五湖土豆 你有变成年轻的样子 你也是野哥 哈哈哈哈 俊哥你快看那前面有一个大坑洞 我们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这里呢 天泥里面装满了闪亮的稀有材料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太好了铁柱 我们一定是撞上了矿场了 所以里面才会有这么多的稀有材料 俊哥这太难以置信了 里面有这么多的金银和钻石 这下我们真的是发财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但是我们怎么把它们弄出来呢 是的铁柱这个坑真的很深 我们不能这些直接下去 要不然会有危险 等等铁柱你快看附近有个河流 我们可以坐在水上减小缓冲下去 好的俊哥那我们快点下去吧 我现在已经快要迫不及待的想要挖掘宝藏了 铁柱紧紧的抓住这些水 尽量不要有大动作 太好了真的有用我们成功的下来 铁柱我们快点使用稿头在附近挖掘吧 我们需要快点 其他人可能也会发现这个地方 俊哥你说的很对这么多的宝藏 要是被附近的山贼知道 他们肯定会来夺取 俊那个真不敢相信我们收集了这么多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我们需要更大的袋子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钻石 好的铁柱 现在我们快点把我们挖掘给送回 然后再找一些比较大的袋子 等等俊哥你那里好像有个洞口 是的铁柱刚刚我怎么没有发现 我们快点过去看看 我感觉里面有更加珍贵的宝藏 不得不说这个洞穴真的是太小 还好我最近在减肥 要不然不可能进去 俊哥你快看前面好像有个厨房 天呐这里整个洞穴都是翡翠族 他们像河流一样流淌 这真是难以置信 挖俊哥这太棒了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要知道这些祖母绿可都是非常知情 是的铁柱 不过我们得小心点 因为这附近的河流速度非常 如果我们靠得太近 我们可能会被卷走 所以我们在收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好的俊哥 我会非常小心的这些都是宝藏 诸我小时时候回去了 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宝藏 现在我们压根不能再拿走这些东西 要不然的话 要想从这里出去是不可能的 好的俊哥我们快点出去吧 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是时候再次见到太阳了 我等不及要呼吸点新鲜空气了 俊哥我们快到村子了 我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等等俊哥那些村民 怎么了都在盯着我们的祖母绿 他们好像和平时有些不一样 阿俊铁柱你们手里面拿的什么 那些是祖母绿 你从哪里得到证 我劝你们快点把他们交出来 不要让我去请 不好这些村民怎么了 我感觉他们突然性格大灭 铁柱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不能让村民追赏 俊哥这些村民 以前可都是很和善的 他们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贪门 铁柱我感觉 他们好像是被神力量控制了 我们快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 不能让他们抓住 前面有个房间 我们快点躲进去 让我用东西把大门给完全封锁 这样的话 那些村民就不会这么轻松的准备 俊哥那些村民 一直在房子外面攻击我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铁柱我们现在需要 把这些祖母绿人藏起来 不能让那些村民得到 要不然他们会被彻底封锁 好的让先在角落挖掘一个深坑 像这个高度就可以让我把宝石放进去 现在我们只需要保持安静 阿俊铁柱我们已经进来了 快点把宝石交出 我们要拿宝石去召唤黑暗大人 你们阻止不了我们的 我们已经找到你了 快点说你把宝石放在了什么地里 不要以为我们找不到 让我在你房间找学习 可恶居然没有宝石 难道是我看错了 是的村民是你看错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宝石 那好吧 那我现在就要离开继续寻找宝石 太好了铁柱我们成功的骗过了村 我感觉村民过一天 就会慢慢把我模仿 郡哥那你说是谁控制的村民 铁柱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让我们现在前往矿石洞穴那里就知道 郡哥你快看那个矿石洞穴里 让电炸人捞我 是的铁柱看来 今天是有人故意控制的村民 我想这一切肯定有什么阴谋 让我们顺着这个电栏杆继续找学 也许能找到一些罪魁祸首 我们快点出发吧 郡哥你快看前面好像是个山贼的基地 我知道了铁柱肯定是那些山贼 知道矿石洞穴 想要站为己有所以才控制村民攻击我们 那郡哥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铁柱我们必须要把这群山贼给消灭掉 不能让他们拿走这些宝贵的资源 要不然他们肯定会用来做坏事 好的铁柱势不宜迟 我们快点使用武器消灭山贼 趁着他们没有准备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看招办你们这些可恶的山贼 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铁柱我们需要保持专注一定要小心 这些山贼和以往的不一样 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 看我直接给你们最后一击 太好了 郡哥我们成功的消灭了这些山贼 是的铁柱我们成功了 我们快点把这些宝藏带回去 分发给村民们把这样的村落就会变得更多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一栋房子莫名其妙发出了诡异的亮光 还在睡梦中的石头割根狗蛋 以为仅仅只是普通的闪电 第二天太阳缓缓升起 就在我跟狗蛋准备出去挖矿的时候 突然一声惨叫传来 狗蛋你听到外面有人尖叫了吗 我跟狗蛋连忙赶过去 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村民你为什么要大喊大叫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 村民你的房子一夜之间消失了吗 这怎么可能 房子总不能长腿跑了吧 村民说昨晚出现了一阵诡异的亮光 接着他的房子就消失了 狗蛋如果真是这样就麻烦了 这一次我们必须帮助村民找回房子 先让我们回家把从商人村民那里买的地图拿上 武器这些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会在路上遇到什么危险 走吧走吧 情况非常诡异 狗蛋我们必须在天黑前查明真相 并且帮村民找回房子 等等 狗蛋你快看地上有一些脚印 这个脚印有我们的头这么大 难道是有巨人吗 我跟狗蛋沿着找到的痕迹 继续穿过田野寻找真相 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危险在等着我 快看前面 有个村民飞着矿车正从矿井里出来 我们连忙上前询问村民是否在附近 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或者说村民你知道这些脚印是谁留下的吗 我跟狗蛋话都还没说完 村民就推着矿车跑路了 这是什么情况 村民为什么要如此慌张 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 别无选择我跟狗蛋只能继续沿着足迹追踪 时间过得好快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我跟狗蛋一直沿着足迹追踪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 并且我们发现这个村子在地图上面竟然没有标示 难道是制图员忘记画了吗 这个村庄到处都是蜘蛛网 轰荡荡的道路也被摧毁 压根看不到一个村民住在这 石头搁着看起来像是一个废弃的村庄 狗蛋现在天已经那么晚 别无选择只能暂时留在这里过夜 需要赶紧在这寻找一个像样的房子休息一下 前面这栋黄色窗户的房子很快就吸引住了我们的注意力 里面亮着黄光不会有人居住吧 我跟狗蛋决定尝试敲门看一下有没有人回答 狗蛋里面好像真的没人 并且这个房子看起来真的很舒适 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好好在这里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我们早早就离开不会占别人的房子这么久 忽然发生了一阵剧烈的晃动 这是什么情况 狗蛋这个蠢驴还在美梦当中 算了还是别叫醒它了 为了安全着想我得赶紧出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等等 这些雾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或许这就是这个村庄所有村民迁移的原因 这里真的太诡异了 天呀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刚才住的房子真的长腿了 我不会还在做梦吧 这个怪物真的非常的大 我该怎么办呀 突然狗蛋也从睡梦中惊醒 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脚下的地面在颤抖 石头哥到底去哪里了 完了完了狗蛋还在里面呢 现在狗蛋的处境非常危险 有人吗 石头哥你去哪里了 救命啊 现在我必须保持冷静 这样才能把狗蛋救出来 怪物开始破坏村庄了 我必须暂时离开这里 并且需要赶紧想办法拯救狗蛋 情况真的非常糟糕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带狗蛋逃出那个诅咒的房子 就在我还在想办法的时候 突然看到前面的丛林有一个诡异的声音 我朝前面大声呼喊寻求帮助 没想到这竟然是个陷阱 一个僵尸从森林里出来 对我扭打在了一起 等等 我怎么感觉背后凉凉的 天下房子怪物追上来了 我不会乖乖束手就擒的 我拿起手里的剑就朝怪物冲了过去 怪物异常的巨大 所以行动起来非常缓慢 这样也可以让我在它的脚上之间来回奔跑走位 但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必须赶紧脱离现在的困境 突然房子怪物从口中吐出了天天 什么情况 这个怪物想炸死我吗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我从口袋里拿出弓箭奋起反击 现在我必须朝怪物发起猛烈的攻势 石头哥救命啊 我在房子怪物里面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逃离这里 我听到了狗蛋的呼喊 为了不误伤狗蛋 我停下了对怪物的攻击 石头哥怎么办呀 我好害怕 狗蛋我现在也自身难保 怪物还在朝我发射大量的TNT攻击 我必须躲避否则就要死翘翘 这个怪物不抓住 我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突然怪物又召唤了一群僵尸大军出来 天呀这该如何是好 别无选择我只能拿起手里的剑线 打败迎面而来的僵尸 我采用边打边退的战术进行反抗 不能让石头哥独自战斗 现在我也许可以在房子里面 找到一些帮助石头哥的办法 不知道这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 太好了 有一些火药和煤炭 现在我要怎么在没有TNT的情况下 制作一些TNT来帮助石头哥呢 救命啊狗蛋 我现在被很多僵尸包围了 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多 我手里的剑都快弹断了 再这么下去我就要死翘翘了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我得赶紧想办法帮帮石头哥 也许我可以利用这个来创造一些强大的东西 我把所有的火药和煤矿放进了熔炉当中 应该很快就要发生爆炸了 我得赶紧逃离去 成功了 石头哥你看到了吗 我成功炸毁了房子怪物 狗蛋快救救我 现在还不是值得庆祝的时候 等等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僵尸突然就全部消失了 石头哥一切都结束了 我把火药跟煤炭放进了熔炉把怪物给炸死了 狗蛋我宣布你是这一期的主角 你做的真的太棒了 我们终于结束了这一场危险的战斗 不不不不不 这是一个什么大铁家伙 我们正在闭上 哇 他长得真的太高了 大家好 我是晴天柱 麦奇快看 有一颗巨大的陨石 正在砸向我们的地球 它好像冲着我们来了 快躲开 差一点就被这个陨石砸到了 还好我们安全的度过了这次危机 这是一颗巨大的石头 麦奇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天哪 这个陨石把我们的地面砸了 一个巨大的大坑 这个陨石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不会是外星人吧 外星人通过陨石来到了我们的地球 是吗 我觉得有可能节节最近总在听说有外星人出没我们的地球 我们要不要打开这个陨石呢 也许里面会真的有外星人 天哪 麦奇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它好像是一个金属的大卡车 什么大卡车 难道别的星球也有大卡车吗 这个大卡车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大卡车到底来自于哪里 先不管了 我们先把这个大卡车解救出来吧 这个大卡车比我们世界里的大卡车都要大很多 麦奇我们要把这个大卡车开到地面上去 麦奇我来驾驶它 好的节节 现在我来铺设一个台阶 可以更方便的大卡车从这里驾驶出来 我等你铺设好台阶以后 我就驾驶大卡车出来 节节 现在你可以出来了 太棒了 这个大卡车的马力真的是太足了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卡车司机了 节节好帅啊 这辆大卡车 但是我觉得这辆大卡车又非常的眼熟 总觉得我是在哪里见过它 把它停在我们的家门口 这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吗 让我们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大卡车 麦奇快看 那边有一位村民跑过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我们赶紧跟着他 麦奇节节 你们看到最近的新闻了吗 我们附近的城市正在遭受外星人的攻攻击 现在电视上正在转播外星人的画面 那就是外星人的飞船 他马上就要抵达我们最邻近的城市了 现在我们急需要一个英雄 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 但是我们的地球没有超级英雄 这可怎么办呀 哎呀难道我们的地球要毁灭了吗 先不管了 先去研究一下我们的大卡车吧 等等等等 我怎么感觉到了地震 是外星人朝我们这边来了吗 他来攻击我们的村庄了吗 他们要侵占我们的地球 等等节节 快看我们的那辆大卡车 它好像在发生剧烈的摇晃 哦不不不 等等等等 妈妈妈妈呀 他正在变成一个人形 天哪 这就是传说中的变形金刚吗 哎呀我的妈呀 麦琪我终于亲眼看见了变形金刚 两位小兄弟 不过我告诉你们 我是擎天柱的王 请你们不要激动 我是来守护我们的世界的 我接收到的任务 外星人已经打算侵占我们的城市 所以我打算去和外星人一决高相 你们在这里等待我的好消息 可以从电视上转播我攻击外星人的画面 我会顺利的完成任务保护我们的地球 我要去战斗 稍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麦琪我们去看电视转播吧 重要通知 秦天柱英雄已经进入指定位置 正在向外星人发起进攻 秦天柱现在向外星人飞船发射激光攻击 现在外星人的火箭 已经被秦天柱打得四处逃窜 看来这一场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战斗 马上就要结束了 现在外星人打算离开飞船进入地面 打算与秦天柱大哥来一场地面的交流 三位外星人好像看起来很像我们地球的铁傀儡 他们是秦天柱的对手吗 快看秦天柱大哥待在原地 释放他的远程攻击 轻松地解决掉了 三个类似于铁傀儡的外星人 看来这一场战斗 马上就要以秦天柱胜利而结束了 等等外星人驾驶着飞船 正在疯狂地往地面抛射TNT 这一点秦天柱大哥根本没有想到 秦天柱的跑步移动速度 一定是跑不过飞船的 现在秦天柱被外星人的巨量的TNT追击 难道外星人要占领 就此占领我们的地球吗 秦天柱大哥也就此就倒下了吗 卖旗卖旗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参与到这一场 拯救地球的大战当中 现在秦天柱大哥正在遭受威胁 我们应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现在我们就驾驶我们的小汽车 去找秦天柱大哥吧 看看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现在整座城市已经被烟火覆盖 快看秦天柱那大哥倒在了那里 他应该是受伤了 也许我们可以帮秦天柱大哥重新的站起来 大哥大哥 你受伤了吗 现在你怎么样 我们如何才能帮到你呢 两位小兄弟 你们来的还真是及时 现在进入我的身体里面 启动人机模式 接近由你来控制我的身体 只要我们人机合一 那就是天下无敌 好的 秦天柱大哥 我明白了 现在我就进入你的身体 启动人机模式 秦天柱大哥 现在我准备好了 可以正式出发了 麦琪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姐姐 出发吧 秦天柱大哥 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那个外星人飞船 姐姐 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现在外星人飞船就在旁边 然后我在那的两栋楼的之间 设置了红外线激光 只要你们能把外星飞船 勾引到红色激光那里 那他的飞船将会被粉身碎骨 我明白了 麦琪 现在我就去吸引外星飞船 嘿 你这个外星飞船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可以炸倒我吗 现在你敢跟着我过来吗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吸引了外星飞船 希望他们可以追我们过来 太棒了 他正在按照我们的计划飞了过来 他的体型一定会触碰到那些红色激光 太棒了 外星飞船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整个的外星飞船现在已经完全瘫痪了 我们的地球得救了 麦琪你真的太厉害了 没想到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制作了一个这么高级的陷阱 嘿嘿 小意思啊 姐姐 还不是因为你和晴天柱大哥厉害吗 要不是你们 我制作的这个陷阱有没有什么用啊 好吧 现在我们就一起回到我们的村庄吧 我们的地球也总算安全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